来自东非坦上尼亚的艺术家Mika为爱来台定居 不过她能没有放弃自己的艺术梦 擅长绘画狮子大象等动物 特别的是她独创以双手为画笔堆叠颜料创作 画风独特在艺术界受到欢迎 这天她受邀到台中快闪分享创作 台中一间咖啡业者将Mika的画作特制成挂耳包 希望大家在喝咖啡慢活享受时 也能够细细感受Mika的异国艺术 同样都是以伴受失望为主题 而在东非坦上尼亚艺术家Mika的创作下 却带出了截然不同的失望之美 有些是以画笔 有些是以手绘 Mika这天受邀于太太来到了台中快闪展出 而虽然语言不同 但通过了太太的翻译 还是完美传达给观者 因为我在非洲生长嘛 成长 所以呢动物对我来讲是很自然而然的一个 有亲近的一个动物这样子 那我相信人们呢也非常喜爱这个动物的一个物种 对 就像我们人跟人互动是有一种亲和力这样子 Mika她的画本身有一些非洲的这个线条 代表这个非洲的线条出来 你看黑白系列还有一些粉红系列 也是热情奔幻的模式 所以她很多情感的画可以 透过这个动物的画出来表现出来 一次的因缘际会串起了Mika夫妇与咖啡业者 以及接触艺术空间的情分 咖啡业者更深受他们的跨国情感感动 将他们的定情画作长颈录 刻制成绿挂咖啡包 也希望大家在喝咖啡慢活享受时 也能细细感受这段刻骨铭心的一股爱情 跨越国界肤色艺术 他们这段的感情故事 让我跟总监 还有太阳饼博物馆老板 觉得很感动 那刚好我们有坦上尼亚的咖啡 那她太太就说 她有一幅原作的画 就是很感动 所以她就请我们帮她生产了一支 这个有感情的咖啡 Mika因为家乡的关系就爱绘画动物 而特别的是她独创以双手为画笔 堆叠颜料创作 画风独特在艺术界受到欢迎 Mika被爱来台定居 跟太太新手继续为她的艺术梦来打拼 而在台中的街站有不少人支持 鼓励她们夫妻继续的朝梦小麦进 就连加话台中采访不到 Mika